Hello大家好,我是小明 非常抱歉这部影片我重新上传了 因为我发现其中有很多的问题 比如背景声音大于人声 更严重的是我听到了很多的一些声音是极其刺耳的 这是我的一个疏忽 我在检查这部影片的时候我并没有去戴耳机 而是外放 所以并没有发现这样的问题 当我上传之后 戴耳机去听的时候 我发现了这样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所以我重新修改了音频 对不起大家 对不起大家的耳朵 抱歉 如果有任何的一些问题或者建议的话 也希望大家可以在评论下面告诉我 我一定会及时更改的 谢谢大家 谢谢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明 法国北部加莱距离英国30公里 你知道这30公里的距离有多远吗 怎样才可以跨越这30公里到达英国呢 飞机火车还是汽车 有一种方式你肯定想不到 那就是游泳 以不介于叙事与记录之间 展现现实与真实的电影 非法入境 故事发生在法国加莱 这里居住着一群来自伊拉克的难民 难民经常受到当地人的排挤 而我们的男主 就是这些难民中的人员之一 男主是17岁的库尔德人 他有个梦想 去英国 因为他喜欢足球 他梦想着有一天到英国去曼联 像那些球星一样成功 但不只是这个梦想支撑着他去英国 更重要的是 他想去找米娜 那个他深爱的女孩 男主首先想到通过卡车 让自己偷渡到英国 可是中途会有人检查 卡车中是否有人呼吸 本来大家一起说好了 用带子套住头 可是男主他在离开伊拉克后 越过边境 被土耳其士兵抓住 并带了十多天的黑色带子 这让他回想起了那段经历 无法克服曾经的心理阴影 一把扯下了袋子 就这样 车上所有的偷渡者 都被检测了出来 并逮捕 在去法庭前进行了全身检查 海关看见了男主的钱包里 女友的照片并拿了出来 男主想要拿回去 就这样被撕坏了 由于男主是未成年 再加上他难民的身份 所以他不用坐牢 但由于当地不愿意给男主安排住处 男主只好又回到了家来 在回去的途中 男主看到了大海上的轮船 他决定学习游泳 在这里 男主认识了他的教练 男主在游泳馆洗完澡之后 身上的香皂味 让其他的难民朋友闻到了 于是第二天 男主上课的时候 一群难民挤在了游泳馆门口 想要进来洗澡 可是被游泳馆的教练 驱逐了出去 男主学习游泳的时候 特别刻苦 就算到了游泳馆关门的时刻 男主也会拼尽全力 想要多练习几次 教练在教室里买东西的时候 预定了自己即将离婚的妻子 两个人一起结账出来的时候 在门口 遇到了被保安拦下的两个难民 妻子想为其打毛不平 教练却拦下了妻子 却要让他不要多管闲事 教练在教男主游泳的过程中 渐渐地被这个拼命奋断的男孩打动了 一天教练开车遇到了 路上的男主和他的朋友 请他们吃了美味的披萨 还聊了男主喜欢的足球 当教练得知 男主学游泳 是为了能够游到英国的时候 教练一直在劝阻男主 而且晚上 还将男主和他的朋友 留在了自己家里过夜 晚上的时候男主逝得客服 在土耳其造成的心理障碍 练习用带子呼吸 这一切只有一个目的 那就是为了和自己心爱的米娜相见 但被教练及时的劝阻了 第二天教练的妻子来家里 收拾自己的书籍时 看见了男主他们 妻子希望教练不要再收留难民了 这样会给自己带来麻烦 因为收留他们是要坐牢的 之后教练得知了 男主想要去英国的原因 是为了一个女孩 正在办理离婚手续的教练 突然决定帮助这个男孩 男主一行人过着难民的生活 而米娜的爸爸 却在英国极力反对男主和米娜在一起 他还要把米娜嫁给一个开餐厅的表哥 这一切都是米娜打电话告诉男主的 在此期间 教练一直冒着巨大的风险 帮助男主 他还把自己的戒指送给了男主 让男主送给米娜 一天教练发现男主半夜独自离开了 他知道男主一定是想要独自游泳 穿过海峡去英国了 教练十分担心男主 于是寻求海上巡警的帮助 并称男主是自己的儿子 后来教练来警察局接男主 而且还连累到了教练的妻子 就这样教练的行为受到了法庭的管制 后来米娜又悄悄地给教练打了电话 说自己要结婚了 不要再让男主来英国了 最后教练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男主 而且还把自己的棉衣送给了男主 男主得知了这个消息之后 每天更加刻苦地去练习游泳 而且一次次地去海峡尝试 一次男主在海里游泳的时候 被英国边检发现了 但等他们靠近男主的时候 已经找不到男主了 后来警察把男主的金牌和戒指还给了教练 称英国人将男主的尸体带了回来 就在他距离英国沙滩只有800米的时候 为了躲避英国的边防警察的逮捕 他拼命地躲藏 力竭而逆死海中 教练看着男主下葬非常难过和痛心 之后教练前往英国找到了米娜 当他把男主遇难的消息告诉米娜的时候 可以看出米娜的确很伤心 然而教练掏出那枚从男主尸体上找到的钻石戒指 交给米娜的时候 米娜并没有收下 当米娜转身离开的那一刻 似乎不用说一声道别 就可以轻易地和往事做别了 教练看着留在桌子上的戒指 给他的前妻打了一个电话 告诉他丢失的戒指已经找到了 教练的老婆笑得很开心 似乎教练找到的不是一枚戒指 而是他丢失许久的老公 在回法国的路上 看到了电视中曼联的比赛 又再次想起了那个17岁的少年 整个故事在压抑的气氛中娓娓道来 没有什么复杂的情节 也没有什么可可可欺的壮举 有的只是一个小人物的痛苦和挣扎 但是小人物的真实 最能够折射出我们所生活的境遇 那些在口号和主意下的渺小 卑微以及无奈 社会对偷渡者 以及类似的边缘人的恐惧和排斥 不能说全错 当然也不能说全对 具体到个别的问题 悲剧不是一种意外 我们期待着社会对个体的充分尊重 可能我们知道这并不容易 就像生活中从来没有完美一样 爱情也不例外 这部电影中有一段非常经典的对白 是教练对他的前妻说的 你知道为什么他想穿过英吉利海峡吗 因为那样他才可以和他的女朋友在一起 他从伊拉克徒步四千公里来到这里 又打算在天寒地冻的现在游过海峡 而我当你离开之后 我甚至连穿过街道去求你回来都做不到